观众期待了许久的扶摇近期在热播, 但是比起预想中的火爆, 该剧自播出奇, 口碑就有些不佳, 而到了如今, 说是和口碑似乎都有扑接的趋势, 杨丽以往的望男主望剧体制这次也不起作用了, 网络上的评分连及格水平都没达到, 大分一心的人非常多, 近日有网友提出一个观点, 认为扶摇最终没成为爆款很大程度的原因, 在男主觉软惊天身上, 网友认为杨丽不缺话题度, 但软惊天却将该剧演成了偶像剧, 讲真, 软惊天的表现在电视剧扶摇中, 确实与原著中长孙无极的性格有很大出入, 原著中的长孙无极足智多谋, 是个拥有绝世容颜, 和极深城府的沈一般的男子, 但是, 软惊天的演技却让人觉得流里流气, 一副吊锒的模样, 这一生丫头, 配上歪着头眯着眼姿态, 网友甚至觉得有点像流氓, 还动不动就聊女主, 搂搂抱抱都成了日常, 更加流气了, 虽然有原著粉表示, 书中一开始男主便对女主各种搂搂抱抱, 软惊天的表演模式是正常的, 但不知是什么问题, 电视剧中软惊天饰演的长孙无极, 竟然被网友认为像流氓, 还有网友的曹点事, 认为软惊天的脸不适合古装, 确实现戴装的软惊天是非常帅气的, 古装稍微有些不大好看, 更有网友调侃, 软惊天在剧里的微笑, 就是传说中的邪魅一笑, 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总结, 软惊天演技太油腻了, 但也有网友是相反的观点, 直言软惊天演技不错, 正是因为有软惊天在, 所以才看了电剧, 不过虽然男主角软惊天的演技, 令大部分网友觉得不太过关, 但扶摇没成爆款, 也不该是软惊天一个人的锅, 作为女主角的杨幂, 无论是颜值还是演技都令网友诟病, 颜值方面尽显老太, 与剧中设定的少女不复, 而活泼少女的表现方式, 也不适合杨幂, 更在与女儿童况时, 无论是颜值还是一态都被吊打, 再者, 就是近几年这类仙侠风的大女主奇才电视剧泛滥, 扶摇的剧情整体就是女主经历痛苦, 立志成为人上人的燃像画风, 与早前的花千古, 楚桥传大同小异, 观众也审美疲劳了, 一部电视剧成功的不是演员一个人的功劳, 收拾口碑不佳, 自然也不该全是演员的锅, 各方各面都需要反思的, 而且说真的, 爆款电视剧偶尔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运气成分, 演员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努力速到角色了。